近期,各地疫情呈局部零星散发状态,防控形势总体向好,平稳进入以类仪管常态化防控阶段。 三年多来,我们始终坚持因时因事,优化调整防控政策措施,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,成功避免了致病力较强,致死率较高的病毒株的广泛流行。 有效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。 经过全党、全国各族人民的同心抗疫,我国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。